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资讯国足24人大名单 政治 领先恒打气人张希哲 杨熙回归50% 75% 100% 0027W 4F6V5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 1080 视频框高848x 480燃亮50% 视频贴UHTTP SCDNAPD 49505D763A8AF4C3C80 by 73CE5DB516V SMTCDNS COM下 在速度 缓写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9136960B072 2021B3A0A270B9EB62552 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资讯国足24人大名单 政治领先恒打气人张希哲 杨熙回归 按住画面 按住画面 移动小窗 时长约1分25秒 腾讯体育8月29日 文赵宇9月热身赛结束之后 国足就将休息一段时间 校次集中要等到10月中旬了 球队到时候会在南京 苏州等的继续替热身赛 目前确定了一个对手是叙利亚队 之前一直有消息说要同印度队热身 不过从现在情况来看 也存在更换热身赛对手的可能 毕竟印度队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国足10月确定热身 希利亚队印度实力不行会换更强对手 李皮将帅国足集结备战 9月进完这两个课场比赛之后 国足亚洲杯之前的全部热身赛 都会放到国内进行 10月份有两个国际比赛日 球队已经基本上确定了热身赛对手 其中一个对手是叙利亚队 之前一直有异度媒体报道国足要同印度队替一场热身赛 并且把这场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足球较量 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场热身赛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因为国足在亚洲杯开始之前希望找更强的对手热身 希利亚队实力没有问题 但印度队可能就稍差一些 球队还是希望能够多跟强队交手 这样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件好事 所以中国足协方面接下来还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工作 也就是说同印度队那场热身赛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这两场比赛一场安排在南京 另外一场安排在苏州 这两地之前也都举办过国家队的比赛 国足11月的热身赛对手很有可能是土库曼斯坦和巴勒斯坦 其中巴勒斯坦队最近几年进步明显 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相关推荐 逢肖平政治铁定提亚这杯 国足未来集训将继续招入老将 张绪为已进入到国足大名单 周随队参加集训还是在磨练 张希哲回归国足有征兆绿皮 曾两次到工具考察队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